猜猫真的准吗? 作为两个男孩的妈妈,来说说我做过的梦,另外附上生女孩妈妈的一个梦。 共产党,每个人都会做梦,孕妇当然也不例外,日有所思,也有所梦,做的梦也是五花八门。 当你白天想多了一件事的时候,往往会做一些梦,在梦里去实现。 可是,当梦想即将实现的时候,忽然就醒了,有时候,一天精神紧张,也会做一些噩梦,当马上要遇到危险的时候,在睡梦中就被惊醒。 到了孕晚期,孕妇情绪相对紧张一些,总是有各种担心,晚上就会做梦,也不用担心,做梦也是解决不命情绪的一个好方法。 梦到蛇两次怀孕都梦到蛇,第一次怀孕时梦到的都是小蛇,次数不是很多,具体情境也记不清了。 第二次怀孕时,又是梦到小花蛇,又是梦到大马蛇。 想想都害怕,向来就怕蛇,但当梦到蛇,小花蛇比较温顺,弯弯弯曲曲的走远了,只是路人而已。 大马蛇很可怕,有一次,梦到的大马蛇,还有点像我姑来的样子,一下子啊大叫起来,都说梦到蛇生男孩,不知真假。 两次确实都生的男孩,巧了,梦到生女孩,还梦到过生孩子的过程,生了一个小女孩,大大的眼睛,双眼皮,很可爱。 同事也梦到过,我生了女孩,我都生了孩子好几个月了,同事告诉我,她又梦到我生了女孩,结果生下来是男孩。 不过,确实是双眼皮,大眼睛,都说梦是反的,还是是反了。 但是,上一次,有个妈妈说,她们到生的女孩,生下来也是女孩,这难道是梦想成真。 生女孩的朋友做的梦,有一位朋友在生之前,梦到过男的给女的在头上插花,后来生了个女孩,又梦到花生女孩的书法,不知几率有多大。 有个朋友说生女孩时,梦到栽树上的果子吃,果子又红又多,还梦见过有两只五颜六色的凤凰在天上飞,好漂亮。 下面是我了解的几个生子梦,您都做过什么梦,爱姐梦的说法应验了吗? 欢迎留屏交流,我是两个男孩的妈妈,致力于分享生活和育儿过程中的所做所资所小,获取更多育儿信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